男性衰老时,往往下半身会有五个变化,若一个不占,恭喜还年轻,随着年龄的增长,很多男性都会变得越来越衰老。衰老的表现到底是什么呢?很多人会说,白头发越来越多了,胡须变白了,皱纹增多了,眼睛看不清了等等。 当然,这些都是外在的表现,可是,还有一些内在的表现,常常被男性忽视了,当这些内在表现出现的时候,他们会惶恐不安,生怕大病已经到来,作为医生,要提醒大家的是,男性衰老时,往往下半身会有五个变化,若一个不占,恭喜还年轻。 第一,出现排尿异常,可能是前列腺出问题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很多男性会出现前列腺的增生,这是任何男性都无法逃避的,只是增生的程度不同而已。 一般而言,男性从40岁开始就会出现前列腺增生。如果增生的程度比较严重,男性将会出现排尿异常。 表现为尿贫、尿疾、尿失禁或者出现急性尿珠瘤。原因是前列腺比林尿道,所以前列腺增生的时候,很容易会压迫尿道,导致一系列的排尿异常。 第二,出现腹型肥胖其实是老了。很多男性人到中年,已经是大腹便便。这是典型的腹型肥胖,主要是男性年龄大了。 腹部脂肪松弛,再加上代谢率下降,所以特别容易大肚子。出现腹型肥胖,其实也是衰老的重要提示。 第三,出现便秘,其实是老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男性的肠道功能也会出现形形色色的异常。 肠道里有一个微生态菌群,衰老会导致微生态菌群变得不稳定,于是肠道功能也跟着受影响。 很多男性会出现异常的便秘,跑到医院检查,也没发现太大的问题。 这样的情况,往往是年龄大了。衰老导致肠道蠕动功能下降和肠道菌群稳烂,从而引起便秘。 第四,出现下肢动脉周样硬化,其实是老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血管会变得越来越差。 就像一个下水道一样,用的时间长了,下水道里的垃圾也会越来越多。 衰老让动脉出现周样硬化,弹性变差,脆性增加。 血管也会变得越来越狭窄,此时患者可能会出现疼痛。 肿胀、发干、冰凉足被动脉搏动减弱或消失,甚至会出现脖形等活动障碍。 第五,出现性功能下降,其实是老了。 这是男人最无奈的事情,随着年龄的增长。 由于雄激素水平下降,导致男性的性功能也会出现下降。 男性在房市上面也会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。 虽然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,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来延缓衰老,提高生活质量。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,无论男女谁都不愿意看到逐渐老去的自己。 但是随着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,人人常常忙得忘乎所以,从而忽视自我保养。 长久下去衰老只会愈演愈烈,女性一般会购买昂贵的护肤品来延缓衰老。 男性当然也希望自己可以永远保持年轻时的状态,但他们通常比较内敛,不会那么精致。 那男性就只能放任衰老。 其实不然,延缓衰老并不难,只需做好这五件事,让你尽显年轻态。 一、早睡早起。 男人在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男性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,压力也随之越来越大。 很多男性朋友常常夜不能眠。 长期以往不仅脸色会越来越差,皮肤松垮,身体也会吃不消。 改变这个现状其实也不难,睡前做一些有氧运动。 可以有助于睡眠。 没有时间和多余精力的朋友也可以食用两粒三川龟酸枣人丸。 他其中不仅有缓解情绪的酸枣人,而且还加入了茯苓、莲子等食材。 安神助眠效果更佳。 三川龟酸枣人丸采用金箔纸独立包装。 方便人们睡前食用不脏手。 在床边放上一罐,睡前吃两颗,酸甜可口。 伴随着酸枣人的清香更好入睡。 二、坚持隔天运动。 人尽皆知,运动是很好的强身健体的方式。 但你真的知道怎么运动? 运动多久,运动间隔又是多长时间吗? 今天就详细地给你介绍一下。 其实,运动分为两种,有氧和力量。 刚开始运动的男性建议从有氧开始,比如快走。 跑步等,有运动基础的男性朋友建议加上力量训练。 比如深蹲、仰卧起坐等。 每次锻炼不能小于20分钟,隔天运动一次就好。 也要给肌肉休息恢复的时间。 三、保持水分充足。 水分是维持生命正常运转的重要物质。 如果身体出现缺水的情况, 皮肤会有明显的干燥、起皮的状况。 长期如此,不仅会影响到皮肤, 更是可能会给身体带来健康隐患。 因此,平日里我们要养成喝水的好习惯。 但长期饮用寡淡的白开水总让人提不起兴趣。 甚至抵触,不过好在有七度方怀糖糕。 它是由淮浆、红枣等温和的食材作为底料。 然后搭配滋养食材枸杞制作。 对男性来说有很好的滋补效果。 而且,七度方怀糖糕是先将淮浆充分榨出汁水后, 与红枣、枸杞一起研磨。 然后精准控温小火慢熬,最终加入天然的蜂蜜。 这样制作出来的淮糖糕,充分激发出食材营养与味道。 喝水的时候放上两勺。 香甜温润让你轻松爱上喝水。 四,控制烟酒。 烟酒是人们交往,应酬必不可少的搭档。 所以,一味的让大家戒掉也不符合实际。 但是,我们要学会控制,非必要不去做。 就算要喝酒,吸烟也要适可而止。 不然长期被酒精和尼古丁熏陶, 会让你陷入颓废,身体会每况愈下。 尽量将烟控制在一日二到三根。 实在忍不住就搅口香糖等食品代替。 啤酒每日控制在一到二瓶, 白酒每天控制在一两左右。 是在想喝就嗑瓜子。 五,合理饮食。 饮食是人体获取所需营养的重要来源。 我们不能仅凭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吃什么不吃什么, 而是要全面的摄入营养。 这样才利于身体的长远发展。 瓜果蔬菜,肉类都要均衡食用。 很多朋友觉得粗粮口感糙,色,所以干脆不吃。 粗粮口感不好,是因为制作方式不对。 它是由黑芝麻打底,然后搭配黑豆、黑米等粗粮食材。 秉承着以黑氧黑的配料理念,使其营养很是全面。 食用起来丝毫没有粗糙的口感,反而绵密软糯。 一口下去,多种食材碰撞出丰富的味蕾体验,使人回味无穷。 虽然无法阻止时光的流逝,但是我们可以寻找到适合自己延缓衰老的方法。 从平日里的小事入手,做好以上五件事。 你会找回年轻有活力的自己。